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比分挑战成功 这也是中国名人战 25年历史上诞生的第7位名人 好了 我们聊过了谭笑名人 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一位 新科状元彭丽敖舞段 20岁的彭丽敖舞段 是在11月19号 在无锡进行的第八届 微服防开杯 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的决赛中 直白中盘战胜了 当红小生范婷玉三段 这样也是夺得了 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座冠军奖杯 从第一届的聂岳平登顶 到第二届的孔杰夺冠 再到这两年来 谭笑 彭丽瑶 以及其他的一些 90后的棋手的迅速崛起 微服防开杯 也是见证了中国围棋的改朝换代 而无锡这座坐落于太湖之兵的 灵秀之城 也是见证了中国90后棋手 掀起的青春风暴 好了 聊过了两位新科的状元 我们再来看一看 2012年金利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的战况 金利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也是战罢了第20轮 目前重庆冷三零队 依然是以一分的优势 暂时领先于筑墙 而紧随其后的 依然是贵州百灵队 这样冠军的归属 依然是扑朔迷离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浙江 渠州 进行的一场激烈的宝级大战 结果辽宁绝华岛队 是3比1立刻安徽华裔 暂时脱离了苦海 而此战势力的安徽华裔队 已经嗅到了浓浓的降级的味道 下一轮 他们将对阵 同处降级边缘的 山东景之九夜队 那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 悬崖上的决斗 好了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曹大元九段和陈颖初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 第八届微服防开杯 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的决赛 两位当红小生之间的战斗 对阵的双方是范婷玉三段 和彭丽瑶五段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八届微服防开杯 中国围棋争霸战决赛 是由范婷玉三段 对阵彭丽瑶五段 那今天呢 进入决赛的两位骑手 范婷玉 您肯定最有发言权 因为是您的爱徒 您简单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范婷玉这位骑手和他的骑风吧 范婷玉三段应该可以说是我国90 或者说是95后的骑手当中的极出代表 近两年来了 在国内外大赛中呢 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今年吧 他在那个世界应试杯的这个比赛中 他是进入了最后的冠亚军的决赛 他在下个月12月22号就开始 要在新加坡和韩国的嫖婷玉 进行五番开始五番棋的决赛 应该说我是非常看好他的前程 好 那他的对手彭丽瑶 那你来接受 我来介绍一下 好 据我所知呢 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快棋的训练 他对于这个一小时的棋 好像还很有心得 他在这个第二届全国智力运动会 男子快棋项目上奪得了冠军 对 所以他平时呢 其实就本身他也很喜欢快棋 然后他训练呢也有几百盘 哦 你说的好像确实是这样 你说的自运会我记起来 那个是他可能是个人生涯的第一个 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头衔 但是他的对手范廷玉 在就是去年的自力运动会上 是取得了男子主的冠军 是一个快棋 一个慢棋吗 对 对 是 原来是这个智运会两个快棋 不同项目上快棋的一个对决 所以说中和这两位棋手的实力和水平 或者说是近期的状态吧 最后他们能够战胜了很多强敌 这次就本届这个比赛进入了最后的决赛 我觉得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对啊 现在就感觉上这个赛场上 全都是90后其有的身影了 慢慢可能会更多 要不了一两年可能00后也会出来了 是啊 那我们看一下 他们两个人的对决会爆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好的 本局是范婷玉的黑棋 对 像这样的比赛 黑白棋的决定都是临时拆先 都是拆先的 这个赛制我们还没说 这盘棋就是快棋 美方一个小时 其实当然如果你说快棋的话 在早新年的时候 这个美方一小时的用时 最后是一分钟的读秒 美步棋没有保留 就是一分钟你美步棋用完一定要下 超时就攀附 但这个比赛在以前的话 绝对算是快棋 但是我想在近两年来 像这样的用时规则 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快棋了 对 好像是快棋要慢起中间的 中间地带的这样的一个用时 对 因为如果说快棋的话 肯定没有我们这个CCTV杯快 它是30秒一步 然后10次 那这个快棋呢 我说它在维甲联赛 经历维甲联赛中属于快棋 因为快棋就是这个规则 因为近几年我们就是中国棋坛的 就是围棋比赛的用时规则 变化不是太大 大部分还是有两小时45分 保留5分钟多秒的 还有就是美方三个小时 保留5分钟多秒的 但是在韩国棋坛 已经几乎没有慢棋的比赛 就都是一个小时了吗 不是 还有美方十分钟 30秒一步的 这个主要是为了适应 那个围棋的电视转备 所以在韩国棋院的内部 其实也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觉得韩国棋手 因为现在他们国内的比赛 都没有这样的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慢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 国际比赛中 这个状态等各方面 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如我们中国棋手好 不如我们中国棋手好 你就乐得这么开心 对 因为中国棋手拿冠军吧 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棋迷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这个是就是说 韩国方面找的一个原因 就是近几年来 因为总体上来说的话 被他们成绩不好 找了一个理由是吗 对 但是他们找的是原因 但是我是觉得 可能这当然也是 原因之一 但是肯定不是最主要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棋手 对于快棋慢棋 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训练吧 平时 就像范婷玉 他平时怎么训练的呢 范婷玉训练的话 实际上他快棋 应该也是相当好的 就是在他在网络上的话 网络上下的棋 应该可能用时的话 还没有这个场 即便有规定用时 也不会有这么久 对 网络上用时 基本上都是20秒30秒 那我就说在山东对 这个萨维甲联赛的时候 范婷玉出战快棋的时候多吗 快棋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前两年的话 几夫就是没有触战快棋 原因呢 就是我是想让他在 就是维甲这个平台上 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 因为这个快棋和慢棋的 比赛的强度和比赛的压力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几夫都是排他下 慢棋 甚至于是主将 那么今年开始呢 慢慢也会排他下一些快棋 我觉得就是说 范婷下快棋的话 实际上说不定 还是优势会更大一点 就是让这个棋手 把他培养的 就是都全面一点 是 就是说 因为前两年的话 总体上来说 小范因为各方面 还不是很成熟 从技术层面 性命层面都不成熟 所以说 想让他能够得到强度 更大一点的训练 所以就给他 比赛的慢棋很多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所有的棋手 到了山东队 成绩都会变好 像周瑞阳 江维吉 江维吉到山东队 拿了冠军 然后周瑞阳 现在也进入了 这个世界百灵杯的 这个怪亚军的决赛 所以 为什么我不早纪念 到山东队 那的话 没准 我也能 在女子比赛中 进一下决赛 你还幸快 自己说 我是正想说 我们山东队 可能就是 你是个例外 那 没有办法 还有机会 变成 不是例外吗 我还有机会吗 都在中央台 给亲民们 讲讲棋也非常好 好 那我就对 我还是更喜欢 干这个活 分头白棋 然后黑棋 下一步选点 其实我觉得有挺多 这一步是以前 我们大家的首选 这个也是白棋 所期待 因为这步棋 是 就是白棋 下这个的时候 非常眼见的 就是可能够看见 黑棋会下在这里 盖住 对啊 这就是我第一感 难道就是重计 不见得绝对 绝对说是重计 但是 那白棋会怎么下呢 就是白棋 这首棋 就是正好 是放在一个 分头的一个位置上 那白棋可能会踩 可能会踩 这个踩跃的意图是这样 那如果手脚 对 手脚脚的话 它可能会 暂时在这边脱线 就是这边上 可以不用下了 因为边上的话 白棋已经 以后 就是能够留下两个好点 一个是这二路 大飞 又上 还有一个就是这柴 这两个点 它避得齐 它不用现在 着急去下 那么它现在 可以考虑的是 这个三斤加 或者是 就马上冻出这个场 这个也都是可以下的 然后再拖 如果形成这样的话 黑棋的后势 好像有点不发挥 对 所以这个位置 它恰到好处了 就是考虑到这个原因吧 所以作为黑棋来说 它没有压 实战 它没有选择压在这里 它选择是从上边逼住 那么这个棋是这样 如果说你走这个的话 它再把你盖住 那如果这样 那不是白棋 也是在这边获得了一个差 但是这个差 这个差 离后势就太近了 哦 特别近了 嗯 就好了 还是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这个差就没有刚才那么舒展 对 这个 舒展是别对谈不上了 可能还得把它说成有点绝处 就会被弓 这白棋很不舒服 白棋讲好撞黑棋的后臂上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这个蓝臂是比较积极的下方 它不是通常意义上 就把这个地方加一手 但作为彭丽瑶来说 我想它对这手棋 是绝对是有研究的 尤其是 怎么看出来了 尤其它的下一手 飞这个 我想 应该不会是在这次比赛中 灵机一动想出来了 哦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一般牌甲 不太容易想到 对 一个布局的构实吧 因为这棋 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结构 我是看到过 飞压 你是有棋的下 但是有了这两个之后 下这个飞压 我是第一次看见 那有了这个交换 使得这个棋型 是白棋更好下了呢 还是黑棋也不错呢 应该是这样吧 对谁有利这两个交换 就是这两个交换 那他还要看以后的变化的进程 但是他 自所以敢飞压 有了这个子他敢飞压 他肯定是想好了 对手把你冲断时的对策 哦 那他冲断准备走什么呢 嗯 贴下去 贴下去是这样一个 对当然这也是一个 对这个局部来说 这个是很容易想着的 或者也是最紧凑的一部棋 但是被黑棋搬这个的时候 白棋的后续手段 有点小问题 跳吧 感觉低感 跳吧 跳是 跳的话他应该下在哪里啊 做活 他做活 怎么做活 里边做活 里边做活有问题的 要不就贴一个 贴一个他也有打了接是吧 嗯 那这棋 如果你跳的照的话 我周围黑起来 是不是很想往这边想 那脚上会不会有危险呢 脚上有危险 那我这样吃得好像恰到好吃 我觉得特别的危险 应该说也没有 嗯 有没有可能从底下打 对我现在黑棋 就是当你飞的时候 黑棋这么断打了出来 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黑棋 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实际 就是你如果打这个 当然黑棋安然成活 对啊 打这个白棋 可能白棋这三个子以后 被他跳下来都已经要死掉了 那么你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 是刚好不成立吗 对 可能就是要不成立 它不成立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这里 跑车几个趾之后 你这块骨骑 我已经 一手气已经把你封成两块骨骑 然后我脚里就要做活就行 对啊 最简单的 哦 靠了这一段 靠了一段 现在你不能藏进去 对 这一爬刚好插一气 对 那么你只能吃这个 那么它也就要吃 这个棋 那一立就活了 活了 你还要出头 然后在这一袋 还是黑棋现象 肯定黑棋主动 下什么都可以 盖住它都可以 盖住完了 先手定型 这几个太苦了 这个绝对黑棋好 对 那我这手鸡 等一下 我把这手鸡挪一下 不是小尖 小尖 你去杀不够我 这个地方 这个气又杀不够了 我也活的 你不能来杀我 这不可能来杀我 吃不掉 肯定杀不了我 所以说 这棋呢 是跳这个的话 是很想下这一步棋 就是白棋 但是就是黑棋 最强硬的有这个 因为你跳这个的时候 对手有这个断打 那么 因为有这断打的 那个缺陷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 想到黑棋 白棋是不是虎一个 但是虎呢 它也有一点问题 就上面的头暖了 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这个很可能就是先手 因为这地方 再进去的话 我就完全把这个 可以说是把白棋的棋型 给打扁了 破坏了 那么 但是当然你现在船的话 我也非了 但是黑棋不用现在船 黑棋可以跳这个 或者挡这个 这棋也是黑棋好 那反正黑棋也不怕它 对你现在如果打出来的话 不是太好 对吧 是 那这个黑棋冲断 白棋有什么好的对策 白棋所以不能挡 白棋不能挡 那这个 白棋应该可以推这个 它有这个圆巾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飞 然后它也飞 嗯 然后靠一个吗 还是先爬一个 靠一个它退 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因为有这个纸的关系 通常的意义上 如果像这样的话 白棋先跳一个 黑棋退 黑棋这样 这块已经火了 但是 如果这样的话 它可以搬着你 这里边差一手棋 对 这地方你现在还要走一个 不走的话 我搬一下你死的 可能差别就在 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别 对 这两个交换一个 就把这个断点 现在给模糊了 对 还有一个 这地方局部 如果说不长的话 还有一个 这个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 白棋 当然也不能说好 大概要直接跳 因为不能吃了 吃这个 这被大头鬼这么一包 对 黑棋就死了 没气了 嗯 死了 反正也不见得死 这个被打两下 对 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能忍受 不管怎么说 这个黑棋感觉下完了 刚才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棋型 如果这个棋型的话 断 白棋来断 黑棋也是较吃 你如果直接滚包的话 就没这个效果 黑棋的眼味非常好 对 这两边感觉多了 两个眼神 直接滚包是这样一个棋型 刚才立下去的 这些滚包 是这样一个棋型 你立下来 黑棋不能让你滚包 对 如果刚才我觉得 如果是这个大饼 出现在棋盘上 这个已经下完了 对 是 就爬一个 这也黑 黑棋好 这个依然是黑棋好 对 可能我觉得就是正经 可能就是这个 就刚才这个 让这个字 起到作用了 因为刚才摆了这个 档的这两个变化图 这个都没起到作用 分头这个字 是 原来黑棋是冲断 是担心白棋场 当然 就是说 也更有种可能 因为这个是一个 快棋的一个比赛 然后呢 这个下法 应该说是 彭丽瑶 他 他发起了 他是 他是发起了 并且他又指了这个 很显然 他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冲断 假如说你没有 十足的把握的话 不敢贸然行事 对 尤其是在这样 一个比较重大的 一个比赛的决赛当中 觉得这期 可能小范平时的 没有研究到 就有了这个字的区别 这冲断 如果没有这两个字 当然冲断是 独占黑棋有力 有了这两个字交换 区别在什么地方 一时没有看出来 对 以后战斗的 那个进程会怎么样 因为平时没研究 就是快起 如果真的投入 15分钟以上的时间 在这里思考 这个问题的话 他可能觉得 有点不值 对 有点没底 所以他这个爬下来挺快的 这个也是一种比赛经验 对 然后爬 刚才还说到 最开始说 彭丽瑶喜欢下快骑 然后在本次比赛中 他也是 这几盘棋 都是对方已经进入独秒之后 他还有半个小时 就是每方一小时 骑的时候 对方进入独秒 对 还有半个小时 这个是很占忧的 所以 就是这盘棋 他对范婷玉是这样 然后之前 他赢了联校 然后还有几个棋手 也都是这样 他发现 就是人家已经开始独秒了 他还有半个小时 还有35分钟 经常是保留时间剩的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也是他这个 常年喜欢下快骑 总结出来一种经验 经验是一部分 我主要觉得还是 因为还是训练多了 他的体感好 对 那可是其实训练 大家都不少 那不少的话 那比如说 这样的用时的话 比如说 让邱俊来下这个比赛 他不可能 他人家一小时 已经用完了独秒了 他只用了半小时 不大可能 就是说 专门对于这一小时赛制的 这个经验 可能别的棋手 没有朋友要总结得多 倒也不好这么说 我是觉得下得快的人 骑下得快的人 通常意义上 实际上还是 骑的感觉比较好 感觉要好一点 对 就是他 他往往 他的第一感是正确 有好多人是这样 这个围棋的一个思考方法 就是一个推理的一个 过程 你如果你的第一感反应在棋盘上 然后你要去验证 它是不是对 那作为彭丽瑶这样 这样类型的棋手 可能他往往 他的第一感是对的 他推理的过程当中 验证的下方可以成立 他就这样下了 那么如果 如果有些棋手的话 第一感错了 他推验证一个过程 这个 就要pass掉的话 那就要 还要再想另外一个 再想一个 万一还是pass掉 然后当然有些 骑手下得快的话 他的决断力也是比较快 就是 其实往往会 因为这期盘上 有些是必然的 像比如说我叫吃 你肯定得硬 但是有些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 那么这是一个判断力 决断力的问题 有些其实会比较犹豫 就是 当然犹豫的话 实际上也不见得好 就是跟我同辈的 有一位棋手 他当时在比赛 结束之后 他收了这盘棋之后 他很懊恼地讲了一句 当时是引起大家 哄堂大笑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这个地方 常考了老半天 结果还是选择了一条错误 不是 他说结果下了一步 大水手 一般的说 就是说 别的人 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就是 哎呀你已经 思考时间那么久了 对啊 不可能是随手期了吧 对啊 已经深思熟虑了 我想他当时 很矛盾 他这说法 对 说法很矛盾 引起了大家的大笑 但是实际上 肯定是他当时的 肺腹自言 就是想太多变化 已经想晕了 所以就随便下了一个 其实 当然也不是绝对随便下了 但他肯定是比较了各种变化之后 怎么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 最后是 可能他是认为下了一步 比较随意的起 比较差的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下骑下快下慢 确实跟骑手的类型很有关系 那这个属于彭丽瑶是属于这个 快起来 我觉得会好 其实小贩前几年的话 骑很快 那为什么现在下慢 最近 确实 这是最近几盘 维甲的比赛 我也注意到 他的用事的情况 确实 就是变得比较慢 说到维甲 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 就是 讲维甲的棋的时候 也讨论过 说如果有机会见到草老 一定要问问 现在草老的心态 但是我们先不聊这么多 先摆棋 对 然后一会儿 如果真的有很多时间 有时间 维甲在射 现在是 那个微服防派杯 对 因为我们当时 就是一直在说 如果有机会 看到草老的心态 一定要问 这个棋 这个棋的像法上 你看那个 冲断 对 我想像这样的定型 一定是平时有所 准备的 对 对这棋型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说 白棋 因为像你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 小贩这番棋 可能最后 他读秒的时候 一小时 规定时间 用完 是棚也要 只用了半小时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不可能进行常考 来下这个局 可能它都下得挺快 就是像这样的棋 到底断哪边 断哪边 然后断了之后的结果 好不好 因为像这个棋的时候 当时 我看到这棋型 我脑子里 闪现过一个念头 为什么一定 就不能接 因为 从下棋的气氛 总来说的话 就是说断哪边 吃哪边 为其格言 格言 但是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气死 就是你敢断我 我就敢吃你 就是这个 所以说 也是确实很想下在这里 像范实战也是下在这里 但是 我记得想 一定不能下在这 下在这的话 是不是就 靠一下 对对靠一下 那这棋 然后就 飞的话 这边形状挺怪的 我是觉得 有没有可能挡住 对 除非你那时候就冲掉 冲这个的话 它黑棋也有难言之隐 是吧 今天往外面冲了一个 嗯 是不是 那白棋在这 下一个 不知道下什么 不知道下什么 就糊一个吧 比如说 这也是个提醒 这个好像很薄很薄 这一段 对 感觉是被点一下 那个形状挺怪的 或者糊一个 或者就加吧 加也是不起 就是 你 比较早的阶段 就冲了一个 这个肯定 也是不是太 心情不爽 那你不冲的话 我可能会挡住 下一步 因为这个打吃挺舒服的 你也许会拐 拐的话 我飞住 这白棋的外边 那厚多了 就厚了 当然你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先冲掉 冲掉的话 白棋也安心了 嗯 是有这么一个 一个变化 其实这个棋 也不一定 是非得按照 围棋格言上说 断那边去那边 对 这个格言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但这棋还是 还是吃在这儿了 小饭实在也吃在这儿了 那棋也压了一个 对 我觉得这个棋型 这样白棋压了 这样敞过来 好像还蛮舒服的 非常厚啊 而且把这些纸 全都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局部来说 我对这个棋型的判断 大约是这样 我觉得黑的应该 也没有什么困扯的理由 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手 手顺上来 来他判断一下的话 这样非压跳出来 当然 这个棋在黑棋 在加击白棋这个子的情况下 让白棋非压成功 白的稍微满意一点 对稍微满意一点 然后呢 压这个肯定是 不是好期 是是是 然后这个冲断 也没有什么点意 冲断应该是不太好 其实这两个 我觉得倒是 不见得黑的一定亏 因为你要藏的话 我还要压你 所以余下的 可能黑棋都不亏 你这藏一个 也没什么好 然后接一个 跟我这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肯定是 黑棋便宜 到现在为止 这个图形 可能摆得稍微有利一点 如果像这样 或者你把它看到 这个时候黑棋就不理了 嗯 黑棋没有理 然后白棋长了一个 白棋长个头 黑棋走这个 那么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绝对的是 白棋亏损 之前白的 我没看出有大的便宜 只不过这个棋可能位置 稍微差一点 都放在这儿的话 就当然是好 对啊 总是离后室远一点 所以说 我总体上 我对这金盘 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主要是白棋还落了一个后手 被黑棋这样想过 这黑棋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小捷 再拆 就是这个后 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 是 黑棋这边摆了一个拆 对 然后再加一个大飞 不只是你刚才说的后 没有发挥的余地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你最可能是孤起 这个奇长一尺 无眼之和 奇长一尺 无眼之和 但是如果人家外边 有一个 如果有这么两个 你是一尺 我有一个半尺的 这个范围网的话 你可能就是已经 感觉到一丝的寒意吧 所以这奇在一定条件下 确实是不见得是厚实了 不过现在还不危险 因为黑棋还没那么厚 你说危险 现在还很遥远 对 这个加工 然后黑棋挂脚 跳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定式 双方都挺满意 都走到了自己 小发展的那个方向 然后白棋小尖 黑棋扎钉 这两手机都很大 这个局部 用白棋下的话 有可能点脚 如果白的 如果下的话 是有可能点脚 就是 是如果在上面下吗 对对对 是 但是下完点脚的话 是有一个缺陷 可能这个地方的后市 可能 他怕他模样脏起来吧 就飞一下 我是飞一下是吧 原来是在这边 我还以为是飞一下 本来我是想在火这边的 你是想什么 脱啊 脱 那黑棋是火这边还脏 对对 这个好像还是得下了 走这个 那白棋是搬粘的 白棋 搬的那个是吧 这个这个定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好久就都就不下了 好久就不下了 是 你这些白的是不是 这个还不如最笨的 顶呢 搬 搬了 然后打吃一下 然后再搬粘 搬粘 是 这个最实用的 也大家也都看得一目了难 那就这个下轻 白棋不愿意卸地形的理由 可能以后 这一边下后的话 黑棋上边 如果一招一招下起来 它也有好点可以下 并且这个脚上 万一右上脚落到后手 对 很大 被黑棋这一飞 非常大 因为如刚才所说的 你这黑棋飞的话 白棋如果把它 飞压进去 这一排 固体传达厚式 然后这一排应该也是后四了 两排后四当中 都被黑棋的位置 放到特别好 那白棋的效率 有点太低了 都是一个挨着一个 又没有木 所以 所以从白棋来说呢 它是选择了 木石 对 然后它就保留 右上的变化 那黑棋肯定是 现在这个是 全盘的好点 对 是不是唯一的 皮肤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这个脚已经没了 这个脚我就要手一手 因为你不走的话 即便白棋不点脚 随便挂一个 也是特别大的 一个棋 黑棋这地方是 钉一个 扎一个钉 不过下一手 我倒觉得 不是全盘 最急的点 稍微有点不太理解 我觉得现在全盘呢 要不然就是这个 跳一个 扩张自己比较重要 其次呢 就是破坏 黑棋上边的这个模样 我觉得这盘棋 好像就是 如果我 如果我来判断 我觉得这两个是 是重点 你说的非常对 我很同意 那他实战 实战下这个 实战他下的是这个 是吧 这个 没有想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 他有这个 跟彭丽瑶有相同的 那个观点 他这个棋的 着想点 如果能够成立 或者说 或者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不像小贩后面人 印得那么好的话 大家这时候其实很厉害 因为你现在 如果走这个 然后他就爬回来 对 他就爬回来 对 然后再顶住 那顶住他已经便宜了 是 你是要顶住 对 顶住的话 它实际 在一定的条件下 它也可以这么 点了断掉 点了断掉 你什么好办法 可能这个要被吃 就是这其 只要把它拉回来 它总便宜了 我会被它回来 那么你也不能挡 挡 它就直接贴起来 对 所以说这个 起 这个打路 这个点 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个时机 比你刚才说的 这个跳 或者是清销上边 这个 要复杂 要复杂 也来得要紧接 那么 那么实际上 对付这首棋 我想 到底 对啊 对 其实我觉得 比较容易想的点 就这两个 好像就这两个点了 除了这两个点之外 那还有什么选择呢 那要不然让大家 想一会儿吧 好吧 好 那大家想一会儿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不知道通过刚才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小贩的下一首好奇 在哪里 对 其实之前 通过我们的分析 大家应该能够 知道 不能压抑 不能这两个场景 通常说是 走不好的地方不走 但此时此刻 不走好像也欠妥 对 所以还得走 不走太大 还得走 那黑棋 你摆吧 我摆 这部很好的棋 这部很好棋 让我摆 让我多一点 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以后我就可以进去 对 如果你这个 在比赛中老 能下个这样的棋的话 你的胜率 一定会大大的提供 好 行 那以后这样的好棋 都交给我来吧 好好 走这个 这确实是不好棋 因为首先它 不懂搬 对 搬的话 黑棋 我看看 它活了 搬下来 搬时间 这个也可以 你还有一个搬下来 也是可以 这个最简明了 因为总不能说 这个子被我吃掉 对啊 那黑 白棋这个点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这样 所以顶的话 白棋挺难受 因为你也不能立 立的话 我挡下来也是先受 这地方要夸得断 这部顶是 集中了白棋 这个下边 这棋型的曲线 没有什么反击贴 那黑棋在小剑 那么这个几个回合的交换 白棋稍微亏了一点 还是应该保留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交换 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定型 黑棋肩顶 白得走这个 但是这两个交换 时机太早 因为暂时没有什么 后续手段 应该保留 先看看别的地方 怎么定型再决定 现在白棋跳 黑棋飞一下 黑棋飞一下 对 这个跳在这儿的话 他觉得这个纸 不是太好触动了 所以就把这个交换掉 省着让白棋飞过来 是吧 是 飞过来之后 这个纸可能还有一些 对 它更紧凑一点的 可以点了一样 这个还是有点大的 先手先把它压扁 然后再跳 那接下来的重点 那就是怎么来 清销上面的 这是肯定 这个模样 对 实战 它直接就早一点 我觉得这种机 似乎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可能当时 范天玉的反应 也跟你这个一样 觉得这地方怎么 去打路 是啊 上面黑棋已经投入了 这么多子力 那我觉得 如果正常分顺 是不是就兼充一个算 是 但是 就是因为这部棋 反而起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大路 那第一杆总是要对它 进行稳攻 不让它活得太轻松 对 确实是这样 应该说范天玉 也是像你这样想的 这个可能就重重了 白棋的下滑 那这个 白棋难道不怕 黑棋攻 当然是怕 但是 其实最简单的是 黑棋就像这个进攻 就行 这个 这个实际上白棋就没什么 从西棋上好像不太啃 那我就不是轻松的 就跳出来了 这个图你要和什么比 要和这个尖冲比 当时白棋这个尖冲的话 应该说也是很轻松的 就把白棋 把黑棋上面的阵容给破坏掉 对吧 你自己不会受到什么很严厉的进攻 但这个呢 如果我走这个你跳 你看从时空上来说 你只不过这一代 你稍微破了我寂寞 我这个空都在 这边空 这边黑棋的结构也是挺完整的 所以白棋 应该说这个想法 白的 不见得有尖冲好 你让我现在选择的话 我可能也是选择尖冲 不是选择打入 也不要去打入那么深 我觉得黑棋只要这样 不紧不慢地来攻你就行了 看您这首棋 我觉得您风格肯定是保守派的 因为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打一 然后您还就中了拆一个二 有点太仁慈 但是这个地方是这样 其实小贩的风格 也绝对不是激进派的 可能就是有了你刚才 跟你一样的那种情绪 看见白棋这个打入之后 第一杆我就要攻你 对啊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一手吗 我觉得让鼓励李适时 可能都会选择这一点吧 不 如果生死熟悉的话 不一定这是绝对的一手 那我觉得七打一总应该有 就是人家敢打入 我就敢吃它 那你得要 你能把它吃了才行 你吃不了你怎么是 那就攻攻它 对 攻攻它 攻攻它有各种各样的攻法 这个也是 也是一种攻法 攻击 如果是让我选点的话 选这一点 估计要很靠后才会选这一点 可以首选 要不然它存在镇 要不然它存在飞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进攻 我觉得比较仁慈的一种 不仁慈 这个就像蹬刀 跟阁漏 每一刀上去你都很疼 这个的话 当时你 作为你来说 你有某种快感 但是 对啊 这个多痛快 一下子先把你封进去再说 但是它冷受了这一下过后 可能 只要躲过你这一刀 接下来你的日子就不见得好过 还是这个 我不要心上这样的进攻 是这样让白棋更难受 他一直在难受 不是难受一死 他每一步棋以后都会很难受 这个因为 为什么说他不好 我现在非常的困惑 我想这个棋友朋友们在看到 此时此刻也觉得非常困惑 这个彭丽瑶这个地方 他说一个 就是说他的快据成绩 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这种的招法 他是很敏锐的 就是 当然这个也是他的第一感 他也会想到 对手来这么进攻你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招数 因为我觉得这一飞啊 白棋一看出不来了 靠的话 我一般一压 出不来 飞的话 我继续飞 似乎这个口也很小 是 但是这个拖你怎么办 他实战棚也要下在这拖 对 拖就退一个啊 因为这肯定不能搬吃 你跟小发下的一样 第一是这样 他这地方是不能搬吃的 对啊 这搬吃他就出来了 搬吃他就肯定就打了就出来了 最关键的是他也不能搬里边 搬里边呢 他就退 他就退一个 那我就 断念你要补 对 我走这个 走这个都行 白的眼味已经够 走这个 就简单的就活了 这个活了你有什么样 这手机干嘛呀 对吧 这个是绝对是黑棋的一个失败图 那黑棋是说就不能被白棋 简单存活 就地存活 就地 简单的存活 你肯定是会 那当然不如这个进攻 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小范是退在这 这个也已经是迫不得已了 我不知道他下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某种冲动 注意到对手这个拖的一个简 相对其实还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手段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白棋的后续 然后搬 这个感觉上黑棋都是气势上一直在压着白棋 对 但是白棋确实也是很好 很好做活的一个棋型 冷静了这一顶 这个地方实际上黑棋的下一步 我们先说结果 应该拐住 都是厚重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失去了就是最厚重的一手拆尔当时的竞工 那么你现在如果还是能回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战线还是很长的 那现在就不能拆尔了吗 现在拆尔不拆尔现在白棋活了 可是下面这个棋实际上你看 当时总体上很多棋的交换你都亏了 不如绝对不如单拆尔 当然小范实际上比你下来更黑更狠 它是直接点到对方的眼眉消息 但是这是脊肤就是拜招的一部棋 这么早 就是这首棋就是拜招了 因为后边的变化脊肤就是单行道 并且结论就是黑棋是不行的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子的这个攻击 应该是一个判断和一个理念问题 我看到黑棋我就觉得这样的棋情 其实挺舒服的 一直都压制着拜棋 还有计算问题 你刚才露说了一个判断和理念 当然还要以计算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黑棋的计算出现了失误 所以他用了那么强 这首棋也是强手 这首棋也是强手 但是结果它不行 这个所以黑棋的计算肯定发生了错误 那如果是按看到最后的结果论的话 肯定是觉得这个计算出了 所以这棋还是回 再强调一下 这个是黑棋现在回头的一个最后的机会 大概就是这样 那白棋应该也能火 白棋应该是能能火 那黑棋外围应该还是挺厚的 然后四棋还有这样的进攻的后续手段 这棋因为从结果上来看是不能成立 我们来看看它后续的变化 大家就很清楚地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成立 结束 粘上 它搬 然后这地方白棋搬一下 最最关键的就是这部棋 搬出来 有了这部棋之后黑棋已经是很难收拾 对现在这个棋型 黑棋外边很薄 其实进程上来说它是没有别的下法的 照理是因为你这不断不成棋了 对啊 你如果走这种被它出来了都不像棋了 所以非断不可 但是这结果确实对黑棋来说很不利 实战就这样的进程 然后这一区 黑棋接 黑棋沾上 其实从这开始双方其实就都是单行道 没得选择了 然后再压 这个压是一部好好棋 很显然 加一个会压 对 压住 二个比较棋 这个棋本身来说的话 它有可能是 就是拐一个有可能可以和白棋这块进行杀气的一部棋 拐一个的话 黑白棋也是盖住这个 黑棋盖住 贴这个 那这个是1234的 看能不能把这个控制在四口气 这个对 跳 跳也没事 你扳不住我 你你你你你你弄个腿 你看啊 对气已经不错了 就让我都冲了一下 你说四口气我是1234黑系线 黑纱白 嗯 咦 有没有两半长一气的想法 哎你基本功怎么那么好啊 哈哈哈哈 对了 我突然间想到这不是打一下斑一下 你你你真是 真是突然间想到的 我想 对啊 因为之前我没跟你研究这半气 对啊 这个两半就长一气 嗯 然后不用跳了 这个基本功稍微有点不杀 就压过来 这个压一下就已经四口气了 你你压外边有断点 反正当然以 现在是成立的 对我也可以冲住 但是绝对绝对没有必要 你因为这个也是顶住它气 嗯 长这样 最长 我们摆一摆这个图 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气形 嗯 这么在实战队与中出现的机会 并不算太多 这个刚才崇寅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打斥一下 这个扳一下 然后 你紧气 对 然后紧气 我们 很清楚地看见 这个地方 我铺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提它 对啊 提它就变成打击 因为有这个两班 本来是这个下面 这个三口气的地方 现在白的是四口气 就等于是一口气 两口气 三口气 四口气 所以这个地方的对杀 是白起有力了 白起快起杀黑 所以黑起就拐 也不成立 就因为有这个两班 它不能成立 嗯 有的时候还能看见好气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这句话是一直记在脑海里的 什么叫两班长一气 我是 我看到这气形单 知道这个有两个班长一气 那老师是教过你一路两班可以长一气 对啊 教过 那你 少修背过 你的老师还是很不错的 老师 那实战是这样 然后因为这手气 杀气还是依然不够 被它盖住 所以黑起只能选择了小金 然后白起压 其实一压的话 黑起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局部已经 黑起已经无可收拾了 对 上面是 对 上面还有盖住 然后这个一打一打 起不够 所以说 这局部 局部如果说黑起是崩溃 那形状也不为过 对啊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确实 也都能看出来 黑起已经是一个崩溃的一个形状 但是刚才如果被白起就地作活的话 黑起也不能满意 这个就是非一个 比如说脱退 然后一户不拆 那个图 这个黑起也大亏 其实可能 反正就是当时我的第一改 是没有的 就觉得 反正就被它活了 确实没功好 只能是觉得 没功好 但也不会想到 这个机应该是在这插二 对 对 我觉得这手机拆二需要好好回味回家 对 因为从来就没想过 原来攻击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这边离这么近 觉得挺强了 但是是这样 在我自己特别强的情况下的对对手实施的进攻 反而你越要小心谨慎 因为这个时候 一般来意义上来说 进攻就不单纯是单纯一种进攻 实际上就 你应该有一个杀死对手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面 一旦在你极厚的情况下 你普通意义上的进攻你不能满意 对手活了你就亏了 所以像刚才这样的进攻 如果被白旗在上面就地成活 那你就攻击的成效就体现不出来 对对 你本来如果本来上面不厚的 我进攻进攻我就加厚了就行了 是吧 那真的是体现了彭丽瑶计算强的地方 起码在这个局部 或者是在这个盘棋中 他表现的就是比犯定越好 其实小贩是不是平时也是这个 喜欢计算啊 然后死活特别强 这个当然 计算不强的不可能有争取这样的成绩 那在这个局部遭到这样的重创呢 好像 赶快回头 他小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 他是不是要吃棋了 那就是补了一下变化呗 对 然后白棋是 实断就是这样 这棋当然正常的进行 好像黑棋是绝对的危险 这手棋拐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想考一下大家 这拐的背手棋很厚 因为本身杀器 现在可以说就是已经是白棋要快气了嘛 然后白棋还要冷静的再拐一手 然后这块大龙于不顾 其实也间接的在补这个大龙 首先是这样 走到这个之后 结材的状况 白棋大为改冠 以后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劫 对 对 连搬是我打劫 这是大家一眼见的 然后呢 这个指 说不定对这一代以后白棋的处理会有所帮助 然后黑棋互动到这里是薄围一些 然后还有呢 我说了很多难后的 这一代黑棋就没有线索 本来这一代是有线索意味 对 防止白棋泡过来嘛 就有杀器 因为本来的话是这地方的局部 稍微我再交代一下 如果说黑棋马上并住这里 那是它是插一口气 就是火了打车挡住就插一口气 就跟上面那个杀了 我还以为就直接什么靠了 然后就把上面这个杀了 这个上面就已经杀了 那么如果你要爬什么的长气的话呢 它可以这牙 还有这样 所以这棋也是很厚实的一部棋 现在这位白棋来说 它在英文姓市把这处理好就完了 这位棋如果能活 那它就行了 那如果是 那死了那倒不行 不是 我说黑棋是攻在上面 那如果把这个 那这地方有个头出去 根本不可能刷 难度比较大 太大了 所以它是走到这 那走到这儿 被人家制造出来一个结 那在外面连走两手 不是跑得更快 对 连走两手 当然实际上是这样走两手 如果这样走两手 那这样走两手 是在你这里亏挺多的 就这里你亏挺多 等于黑棋就这么尖一下 对 黑棋的话就尖了一下 你这里都亏了一手棋 所以 所以的话 白棋是拖这个走结 这个呢比稍微狠一些 就是又 又进攻的 又想自己挤 做活 谋求眼味 要破理控 当然这期黑棋印也印不完 这才太多了 所以黑棋解消 沾上 然后搬 然后搬 搬起来 不过这样 如果想吃这块 白棋 我觉得特别难 这个地方是 是有点难 但是 这个一搬之后 稍微局面有点复杂 我觉得顶在这儿 是最最简单的一步 就 眼镜就活了吗 对对对 眼镜就活了 我尝 挡 这地方有断点 这个很容易处理 进攻 但是 确实也很容易往这里下 这个是最横的一个下法 然后点 黑棋绝对不能让白棋有眼味 跳 如果我这么长的话 其实现在白棋整个的大龙 有一点小威胁 下边是后手一只眼吗 对 但是这一带还有眼 这是不是 这一带也有眼 当然这个下法是在破眼 破白棋这里的眼 白棋在出头 这个 实战就这样进行的 它挤这个 因为这个扳住的话 以后被它白棋 挤到这里 这里就有眼 活了 所以它要把这个眼味去掉 对这几下 其实让挤的白棋有点舒服 实战就这样进行了 然后它就跳一个 这个跳稍微有点水手 可以说 因为这地方 从结果上来 来论的话 它是应该尝着这 尝脑一跳 不就跑出去了吗 但如果走着 我搬走着 黑棋太满意了 但是应该是可以尝的 尝它就这样 那沾上 那这个地方 外围的话 黑棋 只要这块鞋活了 只要这块鞋 两个眼马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 抓一把指 对 交枪勿杀了 对 我们来看看它实战 实战是跳 跳上它为什么有点问题呢 白棋跳了一个 这两手交换当然必然的 但是 这个地方呢 它留下的隐患是 就这地方 它可能是有一个眼 以后 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有眼 顶啊 不会就这么挖斩吧 暂时不会 我这有可能 然后是跳在这的话呢 白棋是有这个铐出来 实战它就这么下了 这铐出来 如果本来是这样的话 这边的棋形 它会比较好处理 这个指在这里 比在这里要强 强硬得多 这个松好多 实战它现在靠在这 因为一般的斑 它就有眼了 不行 实战是点 然后沾上之后 它也是下到这个位 但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点薄围的 就是被它藏在这 你就有一点薄围了 挡不住了 可以说黑棋的外围 这个包围网 不是很完整 或者说是 这样有一点破碎的网 对啊 而且这边 这个本身是可以 把黑棋断掉了吗 各处都有薄围 是 然后它是 它是接在这 因为走这个的话 实际上它有一个 很大的隐患 它有一个搬出来 反而很不厚 它只能沾 只能沾 然后它又出去 出去的话 这点了就顶出去 所以它是尖 尖的话 这里也是有缺陷的 是 反正最主要是黑棋 哪个子 它都不能给白棋送眼 对对对 现在是这样 这个地方就有眼 这地方 简单的说 就是黑棋 不能在这一代眼 随便加加厚 生活的是这种 那么我如果说一张 你再破我这个眼 我这地方就有眼 你看见没有 这地方我一走 这两个 这两个我就不一定要摆了 摆一摆吧 清楚一点 沾上 然后这个打吃 它打吃想要尝一个 我就简单的尝一个 对那这个眼 就码得很圆 所以当时的话 黑棋这个跳 确实骑行不厚 确实不厚 那现在如果吃不了 那不行吗 所以不是它要吃 它只有吃 不是吃不了 我是说这样吃不了 如果加厚 所以它实在 它必须要沾上 这个是 这个地方对黑棋来说 它并没有 我想小贩下到这时 并没有觉得能够吃掉白棋 但是它知道 这是它唯一的希望 尤其是快棋 再顽强一下 对因为 它也知道 上面它犯了 很严重的错误 一般的情况下 犯了这样的一个 严重的错误 肯定 没法弥补 肯定对 肯定是要以失败 这个代价 来换换起的 那再试试 它是这样 因为快棋 其实有 存在一些偶然性 是会有 这个地方呢 其实棚里 确实下的还是挺好的 可以起困难 还是困难 对啊 那这个要 要补 对啊 它补的话 实际上也是 是间接的 它是预防了 这个地方 出来 现在你出不来 断掉 对吧 然后这边就好 对对对 是这意思 所以它有这边厚了之后呢 它补掉了 补掉了这个毛病 它是把这个也尝一下 对 然后压 压 但是 现在 我觉得 你预约预约的看见 是黑棋 是啊 我怎么觉得 黑棋的这个 似的火好像有点问题 反光我也进去了 接上 然后白棋也接上了 白棋接上 这个 只要白棋 这个时候 想到这么像 那么它时时刻刻 风风渺渺能够下成 这样一个定型 然后冲一下 对 绑住 那么余下的问题 现在就变成 这块黑棋 能不能做活 如果黑棋 做活 或者黑棋突破 那么白棋 这块棋 就被杀死了 对 现在白棋自己 肯定是做不活了 对 不过 这块棋 确实黑棋 太危险 太危险 对 这个地方 这首棋 可以讲 也是 蓬莉瑶 也是下的 胸又重招 这是要这样吃 对 它因为是这样 它进了这个之后 这个是变得 绝对的先手 因为这个是有个急 然后 你什么都不像的话 当然 这个是先手 还有打了打了味道 所以实际上是 黑棋是吃了一个 吃了一个实际上 也没有解决 本质的问题 反正眼见的 这一口气 被吃掉了 这个处境 你先黄和一下 所以它是抽了 是吧 靠 靠 那靠的话 黑 白棋是准备了这个小剑 黑棋好像确实看着非常悬 黑棋好像有挤了 冲过来 没办法 不过下一手 黑棋有妙手 对 黑棋是妙手 黑棋挤这个局部来说是很妙 就挤完这个 这两个断点 白棋 已经两者必得其一了 是不是下到这儿 白棋就要认输了呢 问问大家 给大家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我觉得是不是一分钟之内 如果能下队下一手棋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曹老发一三段 至少发一三段 一分钟之内 如果真的能跟彭丽瑶的下午下的一样的话 并且把变化都记到清晨的话 三段是可能还给低了 给低了 发一五段 那如果那个搭队的就打电话给曹老 因为不是我不想发给你们 是我没有资格发 下一首 好集都归我摆什么 摆吧 断一个 然后也归你解说吧 为什么 我解说 我只知道他这一段黑棋这个不太行 给我解说 那我试着来解读一下 让我打吃 这个地方这样 首先他如果这样打吃的话 他是可以跑一个 对 然后我这边就有打吃的线手 就把它折 跑一个因为你是不能走 不能走这个的 走这个的话 对 因为这个叫吃是线手 你两个就没了 然后呢 你好像 也许可以走这个 也许啊 但他还能再贴你一下 这个时候你不能再退了 再退的话 这地方被断死了 这个地方你一口气就没了 你如果搬的话 一样打吃了打吃 打吃了 对吧 对吧 是 所以打吃这个是不行的 很显然 那就只能打吃这个 怎么打吃这个 这样如果跑的话 他就一吃 一吃 他还跑 然后他再一吃 然后他再跑 然后他再一吃 这还能吃 这个绝部 这个 反正就跑不出来了 你就是说 不 死他这个好像还不见得死掉 这个绝部不见得 但是你这块切也可能有问题 对 我就连回来了 再一次 我就粘回来了 粘回来了 对 是 这样 这样它是 这个是跑掉的 但是 但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旗形 这有一个 但是 诶 这没有 对 但它可以跑这个的时候 你如果吃这个 它又跑一个 其实这个时候 可以起已经很为难了 你刚刚打这个的时候 这边的困难是解决了 这边对 这边白的不行 对 但是上边主要是 上边是以特别精妙的手法 就把白棋这个吃掉 外边白棋 太多借用 上边是黑棋 不行 一打吃 这个依然是跑不了的 虽然这边是这样 对 然后打吃 跑一个的话 打吃 这个打吃 挺精妙的 对 它打吃绝对先手 然后这一次跟这个提 这个也是 黑棋也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当白棋 下次这个段的妙手以后 其实这盘棋的胸部 其实就已经决定 对 白棋应该 就是说 黑棋应该不再会有机会了 黑棋现在是实际上跳这个 跳一个 然后白棋这一顶 当时好像有很多观战的棋友 看见了这首棋之后 就是这盘棋已经下完了 那是下完了 确实下完了 如果外面这个局况 不是情况不是这样的话 黑棋真的 这个局部还隐藏着 这样的一个时段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杀的话 是要点它 它这地方是有袜 我打吃 它有个结 这地方是要注意的 是有个结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结 局部它隐藏了那么一个 回首在里边 根本就不能吃它 但是现在没用 现在这地方白棋是火火棋 就你这块棋活了 它也活了 你也不行 但是实战它后来是这样下 它为什么这样定型呢 那是 它希望能搬走 它再回来 什么能下得好一些 因为这回来之后有个挖 挖了几 大家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手段 实战那样定型 那当然对白棋来说 就更简单了 对 然后黑棋点 然后白棋怎么送一个 它走这个 它提掉 现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也是实战的一个进程 它活 这地方黑棋不能拐 拐的话白棋要拐到二路 拐挡 帮我一能力 对 它只有吃 它才叫吃 然后提掉 它下得很厚 白棋下得很白的 再把这个跑出来 嗯 黑棋 顶一个 顶 白棋粘上 然后这一场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全局的木树 是不是已经差了很多了 木树就不用考虑 一直就上面处理掉之后 一直是 黑棋差别 差了很多 然后重要的处理啊 我觉得白的下的还是 各种手段 计算的还是挺清楚 那这盘棋的重点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上面的这个攻击 我觉得是这盘棋 大家可以好好研究的 攻击是黑棋 这个攻击失败是黑棋 本局失败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还 我们正式说一下 这盘棋 最后的结果呢 是彭丽尧五段 战胜了范婷玉三段 也就是说获取了本届 为父方开杯的冠军 好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的文庭论道 到这里呢 也要和广大的亲密朋友 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